五盘 美股大幅下跌 WTI原油期货重挫于12% 北京时间27日凌晨 美股周五五盘大幅走低 在南非发现的一种新冠病毒新型变异毒株 引起担忧 英法德等多国宣布旅行禁令 市场同时也在关注美国零售商 在节假日销售旺季的表现 感恩节后重版市场的投资者 遭到疫情相关不利消息的打击 衡量市场恐慌程度的刻薄动力指数 周五创下今年2月以来最大的单日盘中波动 基准的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下跌13个几点 降至1.511% 他指出 如果该变异毒株引发新一轮感染浪潮 那么由于能源需求的下降 投资者应该避开能源领域 他要谈多库 在线问诊公司Telit Carhart 外卖巨头Dodash 以及防护服装公司Alpha Portek 可能普被上扬 分析师Ein Odom表示 星期五是感恩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美股会提早收盘 许多交易员已经离场休假去了 南非两所大学的生物信息学教授 德奥利维拉说 这种新变种名为B.1.1529 与过去的新冠变种明显非常不同 与德尔塔等此前的变种相比 扑变数量异常之多 当地时间周五 意大利反垄断监管机构 对AlphaBi企下和公司分别处以 1000万欧元罚款 连一是两家企业在用户数据的商业使用方面 存在侵略性做法 售油价下跌与需求前景担忧影响 Senevis 英国石油 荷兰皇家撬牌 道达尔 埃克森美孚 雪佛龙等油气板块下挫 我从头上给大家看